接下来看的是中缅边境 现在中国提出了严正的警告 缅甸有内部的战事 却让云南的民众因此遭殃 要远缩到去年十月底 缅甸军政府跟民兵发生激烈冲突 第一次有交战的炮火 误及到云南境内 在周三下午 这个炮弹落在云南正康县的南散镇 五个人受伤 这是2015年之后 再度由缅甸内战的炮火误及到中国 缅甸军政府现在全力庆祝 他们的独立日纪念 而且还在特赦囚犯 不回应这件事 缅甸里面最有全球知名度的 就是翁山苏姬 他已经被关押将近三年了 并没有在这一波的特赦名单上 元旦当天中缅两国才刚在云南边境 举办跨境马拉松 展现两国友好 没想到相隔仅三天 一颗来自缅甸的炮弹 就炸入云南正康县南散镇的市区 不少店家受到波及 民众仓皇逃生 从监视器画面可以看到 炮弹就落在行道树旁的人行道上 卷起大量烟消 有物品被炸飞 还有路过民众当场受伤倒地 医院工作人员称 当天下午接至五名遭炮弹炸伤的伤患 北京当局虽然证实遭免方炮弹误及 却拒绝说明具体伤亡情况 似乎有意淡化事件 中方高度关注缅北冲突态势 对武装冲突造成中方人员伤亡 表示强烈不满 以向有关方面提出严正交涉 从去年十月 缅甸政府均与国管等地 武装组织爆发激烈冲突以来 战火就不断波及中方 包括云南边境三所学校一度暂时停课 去年11月23日 两国边境的金三角口岸更突然遇袭 上百辆往来中眠两地的货车 以及车上满载的中方货物被烧毁 为了止损中方积极协调斡旋 并且在上月中宣称 各方已经达成临时停火协议 可惜停火仅维持了约一周 上月底各方又恢复激烈交战 也因此在2024年第三天 就有炮弹炸入中国境内 上一次缅甸内战炮火落入中国境内 是在2015年 当时先是政府军机穿越边境 发射三枚炮弹落在中方一侧 之后更有两枚炮弹落入这回出事的 云南郑康县南散镇一间餐厅旁 两次无设造成平民5死13伤 当时中方除了向缅甸提出严正交涉之外 更在中缅边境展开时兵实弹演习 作为振折与反制 至于这回中方会不会再采取八年前的振折举措 人待观察 但缅甸方面明显没有像上一次那样 第一时间对炮弹物极有任何表态 因为2021年政变上台终结十年民主议会治理的军政府 把更多心力放在周四举行的独立日活动 庆祝76年前摆脱英国统治 活动中缅甸军政府领导人敏昂来 没有依惯例亲自发表演说 改由部署宣读讲稿 鉴于缅甸政府军当前与民间武装的冲突节节败退 外界关注敏昂来这回缺席可能与战情失利有关 由逃离缅甸军政府统治的前任缅甸军警坦言 政府军内部缺乏纪律 训练与物资也短缺 因此在冲突中很快就会投降 此外民众与军警之间的关系也很紧张 为了安抚民情 缅甸军政府在独立日当天特赦9652名犯人 其中包括114名外籍受刑人与120名政治犯 但三年前被逮捕并扣上贪腐罪名的民主运动领袖翁山苏基 却仍深陷欲忠 对缅甸民众来说 期盼军事统治结束 国家回归正轨 对中国民众来说 也只有结束军事冲突才可能让两国边境回归平静 TVBS新闻综合报导